空调不质冷或者质冷效果不好 我们怎么判断是不是缺乏了呢 其实很简单 我来告诉你 只要一看就知道 就是这个空调 品牌是个夏普的 直接开机试一下 风吹出来了 不过不是很冷 像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开向外景 外景在这里 首先我们摸一下 外景有震动 顺便启动的 风也是有的 再来看一下旁边的管子 这里有一个粗管子 有一个细管子 摸一下这里的温度 好 这里细管子比较凉 但是粗管子不是很凉 说明这个基本上就可以判断缺乏 比如我们把这个接头拆开 然后来看一下 测量一下 看看压力 你们看 现在只有两个压力 正常的一般呢 有达到五个压力 所以说这个就是缺乏了 直接来架 开空 可以看到这边浮正在流动 好了 已经达到五个压力了 这就可以了 这把净土全部装好 现在摸这个粗管也比较凉了 吸管子也有点凉 那说明就对了 现在这个风吹出来就比较凉快了 其实有的我们看外机不方便的话 也可以看一下内机 比如我们把盖子拔开 然后玻璃网拿掉 比如这个蒸发器 我们摸一下上面 涼不涼 如果上面涼的 下面不涼 那基本上一块呢 就是缺乏了 所以说空调不制冷 或者制冷效果不好 是不是缺乏了呢 我们只要这样一看 就知道了啊 非常简单